咖喱牛肉的做法 西兰花放入沸水锅中 焯烫30秒捞出备用 姜切片 洋葱切块 胡萝卜切块 土豆去皮 切块 胡萝卜切块 牛肉切块 洋葱 加入姜片 凉酒 水开后浸凉分钟 捞出洗净浮沫 加适量秋水 牛肉重新放入锅内 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40分钟 炒锅中 油温五成热食 下入洋葱炒出香味 再下入胡萝卜 土豆 一起翻炒三分钟 倒入牛肉 煮开后 转小火煮20分钟 加入咖喱 加入咖喱 搅拌至融化 转大火煮至粘稠 起锅装盘 放上西兰花点缀即可 放上西兰花点缀即可 尺缩 倒入完 加尾 行 cit 剪尾 Jewish 葱 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